可能不知道 其實呢這個企業號 Enterprise這個名字啊 老美真的還蠻愛用的 光是船啊什麼的 都喜歡取這樣的名字 為什麼呢 請教夏威哥 因為企業號 它可以說是一個 美國海軍的一個象徵 它這個象徵是怎麼說呢 你從最早的美國 它當時在建國 獨立建國的時候 它的獨立建國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知道它們是因為 茶葉長的事件 跟英國搞不好 然後最後弄到叛變嘛 對不對 叛變之後它本身沒有武器啊 那怎麼辦 就開始搶英國人的船啊 也是用搶的沒辦法 反身搶嘛 不然怎麼打 對 沒錯 所以它那時候搶到了一艘 英國的一艘船啊 叫George 一艘帆船 那個帆船 然後把它搶來之後 它就把這個George這艘船 重新命名為什麼 叫做命名為Enterprise 其實呢就是取名 是應該是勇往進取 然後其實應該是 翻成勇往號比較好啦 但是因為大家通常久了嘛 既然錯了也就這樣 固定錯下去 就一直用這個企業號這個名字 但是後來咧 當然你說這個George用久了之後 它就退役了對不對 那造了一艘新船 其實在國外的海軍呢 它們都有一個共同 這樣的一個慣例 也就是說當你把這個舊的名字 放到一艘新的船上 某種程度來講 有一種精神傳承 特別我們剛剛有講到 Enterprise是在 那個美國在獨立戰的時候 從英國人手中搶過來的船嘛 等於算是這個美國海軍之史 那當然說這個名字 是要特別的值得紀念 那後面美國這個企業號 就用了好幾艘那個船 都是用企業號的名字 就這樣同一個名字就對了 對 就是Enterprise Enterprise 1 Enterprise 2 一代 二代 三代 四代 這樣下來 其實很多國家的軍艦也是如此 也這樣子 對 像你看我們最近 大家常常講到 這個日本最新的直升機 護衛艦叫做初雲 上一個初雲在哪裡 在黃浦江裡面 弄的那個時候中國 在八一山上海戰役的時候 弄的我們七婚八素的 它其實你看 也是延續它叫做什麼名字 其實那個名字就是很多 它會用舊的來 放到新的船上面 希望能夠跟舊的前輩 一樣的這個勇猛一樣 那你看它後面 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艘是帆船 後面大概二 三 四 五 幾乎都是帆船 然後後來它從那個帆船 就變成一個蒸氣炮艇 然後等等 後來我們現在看到 這一艘這個企業號 就是美國最近 剛除以的這艘企業號 它那時候是幹嘛 它主要是要把 上面一些重要設備拆除以後 要送到船廠去 把它整個船身要切開 然後把它那個核子爐拿出來 但是它這艘上一艘的企業號 其實非常大有來頭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太平洋戰場 從珍珠港事變 到最後的琉球戰役 幾乎可以說是無意不予 都要它 對 每一場戰爭都打 那是上一艘企業號 CV-6 那個企業號 它而且那是單艘成績 它從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看歷史影片 在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那時候本來356 最希望炸到的是什麼 是美國在珍珠港 三艘航空母艦 但是當時那三艘航空母艦 都跑出去了 其中一艘就是企業號 一直它打到什麼 就是你看到所有二次大戰中 扭轉乾坤的戰役 系號無意不予 到最後一直在衝繩外海 被神風特攻隊撞上去以後 整條船重損 然後回去最後除役 那除役的時候 當然那時候都呼籲 說這條船你要保留下來 那個是戰弓艦 但最後美國海軍 還是把那一艘 真的是可以說是美國海軍 有史以來受薰 它不只對人受薰 對軍艦也受薰 可以說是有史以來受薰 得獎最多了 得獎最多一艘軍艦 拿去拆費鐵 拆費鐵 不用了 那後面你看這艘企業號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它是核動力 更不能保存 所以現在美國終於最新了 他們說福特級的航空母艦 第三號艦 也要取名為企業號 也叫企業號 就真的叫一直傳承下去 讓它傳承下去 其實還不止 還不止什麼 各位新建迷航機 那個新建迷 你也看到 新建迷航機裡面 這個主角 也叫企業號 Enterprise 這個應該是最有名的企業號 而且它這個不只是 它這一艘 你可以看到後面的 好多那個 新建迷航機中 好多艘船對不對 都是用企業號 來命名的 好 所以這邊介紹 就對軍武迷來說 這一艘要退役的企業號 其實還有一個不解之謎 即便到現在 已經決定要把它拆掉了 完全不能夠用了 還是沒有公佈這個答案 這個謎到底是什麼 在它的速度上面 要問夏偉哥 的確 為什麼我們會講 航空母艦速度是個謎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蘇聯來講 我為了要追上 你美國的航空母艦 我要造大量核動力潛水艇 而且它的速度要夠快 航空母艦這麼大 速度還可以這麼快 對啊 因為你看我們通常來說 為什麼航空母艦的速度 要超過30節 你現在看到所有任何 都包含武器的介紹 包括美國海軍的網站上 都寫核動力航空母艦的速度 是30多 它不會告訴你真的有多少 不說真的 因為真正的急速是機密 前蘇聯的時代 它那時候為了要撤出 如何能夠追上 美國的航空母艦 所以那時候美國也知道 俄國人在搞這種胎子 所以它故意 那時候就讓美國的 七號航空母艦 就是這一艘 它從越南執行完任務之後 從那個就是要橫越 整個那個太平洋 結果蘇聯居然也中招了 怎麼說 它居然真的就派出 他們當時最新的 那艘核動力航空艦要去追 那美軍也故意就讓它追 然後那時候 我們通常在講追的時候 對不對 如果說你的速度超過28節 其實在作戰上來講 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因為你聽不到它 它也聽不到你 因為28節是一個臨界速度 就是會阻礙到 聲納的這個運作 所以28節的時候 美國人發現 這艘蘇聯航空艦 那艘航空艦還在後面 所以那時候怎麼辦 就下令 那個七月號加速到30 加到30的時候 那時候我不是說 那個它你船已經聽不到它了嗎 那時候美軍藉由水下監聽系統 發現這艘蘇聯的潛艦 也追到30節 哎呦 就一直跟著就對了 對一直跟著 所以那時候那艘 那個蘇聯潛艦的這個性能 讓美國人嚇了一跳 最後他們決定 要讓那個七月號 跑出急速 超過了33節 那到了33節 然後最後終於那艘 蘇聯的潛艦 追不到只能看著那個七月號的尾燈 一艘船航空母艦 追不到一艘航空母艦 對 因為你看 像我個人在2006採訪 勇敢之頓演習的時候 那時候也碰到一個情況 就是那時候我大家是 福特號 跟著雷根號航空母艦 那時候我們到尾巴一看 哇 那個航空母艦 後面那個白狼 真的是用噴的你知道嗎 就是噴出去速度很快 對 那時候我們大概估計 我們是30節 那時候他就說 我們現在演練科目就是 我們要用急速去甩掉 那個敵方 可能用來追我們的潛水艇 對 所以任何一艘航空母艦的這個急速 都是絕對機密 但是絕對在30節